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经过早晨经过做许多弟兄姊妹的交通 和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追求 大概我们对这一件事都有相当的了解了 就是这一位神 祂的心是爱的 祂的手啊 祂又是行政观力是严格的 所以祂这样的一位神 是公欲的 是顺别的 又是信实的 又是施爱的 所以祂所带领 祂所接触的 祂所管理的这一切啊 祂都是在这一种的原则里面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不知知道 不知看见 还能够经历 真是活在这一种的情形里面 那我们实在看到啊 这个神在这里 祂有祂的行政 祂虽然是爱 但是呢 祂的手在这伸出来的时候 叫我们感觉 哦 这个是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厉害 那么从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 我们就看见 是这一种的情形 亚当 失败 他就 被赶走就去了 摸住了死亡了 那么这个肝营在那里没有接受神的救恩 结果他就漂流在这一个地上 所以神的工作啊 他这个对人是这一种的一代一代旧悦 心悦更是这样 那么这里就说了 到了终极的时候 神在那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祂要清理整个的宇宙 我一直到有一天 新天新地有意义居住在其中 所以啊 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这里啊 要了解这一个情形 一面他是审判 但是另一面 在他爱中啊 他这个审判 是为了管教我们 管教我们 这个管教是为了积极的目的 就好像 这个孩子们 比方说两个小孩 在外面玩 玩的一身都是泥巴 这个有一个妈妈就出来了 就把他的儿子就抓住了 就打他的屁股 打他的屁股 这个小孩大哭 他为什么 妈妈 你为什么不打他 要打我 妈妈说 因为他不是我的儿子 他不是我的儿子 所以神能够管教啊 他所爱的他比管教啊 所以这个管教 我们这一般人如果都不管教 什么都可以自由 我是神的儿女 那就结果就破坏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 在这个声明记里面 你就看见神这个眼力 那一代的人 第一代的人倒闭了 为什么 就因为他们背叛 他们发怨言 他们不接受神的带领 结果神说 好吧 那就回去 他们派起来说 好了 我们要去了 结果 去了 要进去了 亚马利人什么 就把他们 把他们打败了 所以就 撒瑞丽就回去 去撞 撞了三十八年多 这个摩西 是一个中心的 是神的伙伴 但是都对了 神那个经论 神的经论 所以就不能进去了 所以这个教 我们看见 我们对于我们的神 就是应该又爱又怕 因为神是这样的 一位的神 这个的确是 在这里 在我们一生 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需要主 给我们这样的看见 他说这个审判 这一个带领 就要我们学习 一个是敬畏我们的神 一个是敬虔来地上来度日 要我们每一个圣徒 在神面前敬畏他 也有敬虔的观景 敬畏 因为他是严格的 敬虔是你能够 经历主这个生命 就叫你来生活里面 把神活出来 敬虔就是活出神来 彰显神出来 如果能够在这一种情形里面 来过生活的话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能够与神 有完全的配合 能够让神使用我们 在这一生之久 能够得着 带下神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 就看到有一天 反正你总得到神的面前 在这个造会里面的生活里头 启示录第二章 就给我们看见 神在这个七个造会中间 这个行走的时候 他实在是眼目啊 像火焰一样 他脚像这个铜 锻炼过的铜 他要检查每一个造会 检查每一个弟兄姊妹 愿主啊在这里 叫我们从心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情 看重这一篇信息 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样 他是一个圣别 是一个公寓 是一个信实 是一个示爱的神 我们来经历他做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合出他的自己来 我就交通很简单的这样 我们是不是 我们求主联名 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 带我们有一点祷告 好不好 почему而已 悟者 缘 人生 爱您